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们发现其实计程车司机他们也有满腹的苦水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看访问了许多计程车司机的公民朋友 他们的感想又是什么呢 是身体方便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可能造成他们工作期上就会闷闷不乐 比如说交通不好 然后他们连要吃个饭都可能被警察开展 因为他们停下来警察就会开展 多站在别人的立场想一想 或许下次你搭计程车的时候 就能跟司机有更多有趣的互动跟感受吧 我想台北市应该是计程车司机最多的地方吧 接下来我们的公民记者朋友 要透过他的影片记录 跟我们分享他在台北的异想世界 台北公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商圈 但温罗丁赋予这商圈新的文化遗憾 温罗丁是温州街 罗斯福路 丁州路三条路名的第一个字 这里密布着至少40家以上的特色书店 20家以上的人文咖啡店和数家地下音乐场所 在小巷里形成难得的文化风景 其实这就是在台湾大学公馆一带的特殊商圈 其实我也常常到那边去 非常喜欢那边的气息呢 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公民记者朋友 怎么推荐这个地方 我是公民记者CHOU 当初我想要拍这部片 是因为我们想要去感觉一下 台北美丽的地方 其实我们因为我不是台北人 可是我来到台北 其实很多非台北人都不太习惯 觉得这个地方很市快 然后有那种很重的资本主义气息 可是有时候又会觉得说 自己好像有点离不开这个城市 因为这个城市它其实艺术气息 非常的浓厚 而且有真正的人文气息 会让人家觉得很舍不得离开 尤其是像我们学校 资金大学附近的公馆 那附近的商圈 现在里面有很多咖啡店啊 书店 其实都是很棒的地方 里面我觉得完全是隐含着一种 很特别的文化风景 然后有时候你在那边待一整天 你都不会想要离开 感受悠闲的台北 希望大家有机会到这边逛逛书店 喝喝咖啡 感受一下步调慢的台北吧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